怎样叫做台北女生?有这几个特征?网友归纳出超具体特点,不承认都不行。 鲁妹以前在高雄念书,有些人真的看一眼就会觉得是台北来的,但到底看起来像台北女生的点在哪里? 网友归纳出几个特点,图网络 皮肤白,没有为什么,反正台北人就是四白,白,会打斑吧? 皮肤白,肤白,因为一般对南部的印象就是太阳大皮肤黑 我很常被讲,问原因都是因为白,会打斑,反正台北人应该住首都比较会 化妆,台北国高中生就在化妆了 皮肤白,看到全班都会化妆,比较亮眼的就是台北女 怎样叫做台北女生?有这几个特征?网友归纳出超具体特点,不承认都不行 图网络,有距离感 白,冷漠,会打斑,台北女生,第一眼,会打斑,距离感,不会说台语 打斑,有点距离感,曾经被问过是不是台北人,原因就这两点 冷漠吧,觉得台北人比较冷漠,其他我分不出来 不会降台语 不太会降台语,有外甥人的感觉,不会降台语 图网络,不会骑车的比例都高于其他地方 不会骑车,男女都一样,认识不会骑车的男生也都是台北人 不会骑车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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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觉得单单好吃,感觉比较圆滑事故,客气谨慎 认真讲的话,说话方式 也就是所谓的气质,我不是说台北女生有没有气质,而是口吻叫 不知怎讲,会慎绿的常会被打上天龙标签,以前去中部也被误会,真的很奇怪 台北妹子就两个特征,皮肤白会打扮和看起来叫事故圆滑,比较会客套 讲话很圆滑,生活步调快 比较会说话,比较事故那种,跟南部那种好聊不太一样感觉 我最近认识很多台北人都不太会搭火车,参考来源